大家好,欢迎观看《读书片刻》。 我怀孕之后,王帆迪带回来三个亲戚的孩子到家里。 一个是他哥的儿子,今年十岁的王贵。 一个是他姐的女儿,今年十二岁的蒋新睿。 还有一个是他什么远房表妹的孩子,今年刚六岁的王朵。 王帆迪刚开始说,让几个孩子住着见见试面, 后来又逐渐改变画风,说想让他们在城里接受教育, 尤其是王朵,正好是上一年级的年龄。 我自然是没同意,我现在刚怀孕两个月, 本来身体不好,还要保胎,怎么有精力管这些孩子? 王帆迪从前就爱帮他一堆亲戚,喜欢领亲戚回家, 但这种时候,我只希望家里是个能让我安静养胎的环境。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这几个孩子看我的眼神让我很不舒服, 好像我是什么坏人一样。 他们不知是有意无意,一直在针对我。 这天晚上,我从公司回家,看到家中一片狼藉, 我最喜欢的沙发被用刀划了几个大口子, 冰箱打开,里面的东西散落一地, 地板上到处都是颜料和我的衣服, 我只觉得眼前一黑,冲进卧室一看, 发现我的梳妆台上惨不忍睹, 各种化妆品都被打开,口红被折断, 粉柄碎裂,护肤品还有的在地上摔得稀碎, 存放珠宝的柜子被打开, 里面的东西被洗劫一空。 我一时间心梗,差点喘不上起来。 我颤抖着手给王帆迪打电话, 王帆迪,你给我回来。 这时,我看到了几个罪魁祸首, 他们仨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的, 站在门口直勾勾地盯着我, 两个女孩脸上涂脂抹粉, 脖子上还戴着我的项链, 手腕上挂着我的镯子。 其中,我奶奶给我的, 我最喜欢的一条珍珠翡翠项链, 被王夺满是脏污和油彩的手握着。 我上前一把夺过来那条项链, 发现珍珠和翡翠上已经出现了划痕。 谁让你们动我东西的? 我气得发抖,肚子也疼得一抽一抽的。 蒋新蕊拉住王朵的手, 一脸不服, 什么你的东西? 这些都是我叔叔的东西。 我妈和我姥姥说了, 这个家里都是叔叔的钱买的, 我们想怎么样都行。 你就是瞧不起我们, 我要让叔叔把你赶出去。 他的话让我气得吐血, 直接对他们大吼道, 滚,你们都给我滚出去。 此时的我已经丧失了理智, 怒火一个劲地往上涨。 你凭什么赶我们走, 你就是个倒贴货。 蒋新蕊还嘴硬。 大脑空白之下, 我直接给了他一巴掌。 而另外两个小孩看到了, 开始上前打我。 尤其是那个叫王朵的小女孩 总是对着我的肚子打, 甚至一脚踹在我的肚子上。 别看他人小, 力气却很大, 我的肚子传来剧烈的疼痛。 心慌之下, 我打电话叫了救护车, 又打电话给王帆迪。 她的电话打不通。 我又打了我妈和好朋友 莉莉的电话, 哭着告诉他们我快死了。 最后, 我被抬上急救车送进了医院。 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 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 我妈和莉莉守着我, 王帆迪不在。 医生说, 你这次孩子是保住了, 下次就不一定了, 莉莉在我身边坐着, 脸上的表情很难看, 庆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妈也握住我的手, 一脸心疼, 眼圈都哭红了。 我的女儿, 你受苦了, 到底发生什么了? 我哽咽着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们, 中间气得一度说不出话来。 王帆迪呢? 我哑着声音问, 回家了, 莉莉语气很不好, 说什么去看看家里的情况, 担心家里的几个孩子。 我说你和孩子都生死未卜了, 他还担心那几个罪魁祸首呢? 我只觉得心凉。 就在这时候, 王帆迪敲开了病房的门, 他脸上带着愧疚, 身边还跟着那三个孩子。 我一看到他们, 就心情难以平复, 更想到王朵对着我肚子打的时候, 那一脸狠劲, 下意识捂住了肚子。 庆庆, 我是带他们来道歉的。 几个孩子都不是故意的, 下手没轻没重, 他们知道错了, 你别往心里去。 我气得不顾身体虚弱, 一下子坐了起来, 把枕头狠狠丢到王帆迪身上。 你给我滚。 他说的还是人话吗? 我们的孩子差点都没了, 他竟然还在为罪魁祸首求情。 你带着他们, 给我滚出去, 我盯着王帆迪说, 还有, 我要告他们几个故意损害私人财产, 故意伤害我和我肚子里的孩子, 别墅里损坏的东西, 我会让莉莉整理好账单, 直接发给他们的监护人。 庆庆,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再说了, 咱们都是一家人, 孩子们也知道错了。 知道错了, 也要付出代价, 我冷冷地说, 一句知道错了, 就能把所有的错处都弥补吗? 亲亲, 你, 你能不能别这样? 我们的孩子不是没事吗? 再说了, 他们哪来的钱呢? 王帆迪看着我, 又帮他们求情, 看在我的面子上, 就算了吧。 就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才一次次忍让, 他们不断试探我的底线, 我告诉你, 我不会再忍你们家任何人。 说吧, 我闭上眼, 让莉莉把他们撵出去。 莉莉说话更不客气, 怎么了? 你们害人还有理呢? 小孩犯错了, 就不用负责了吗? 你想什么呢? 我妈也一脸冷漠地看着他们, 指责道, 我把女儿嫁给你, 不是让你家里人欺负她的, 你要是不能护着她, 那就让她回家。 我们保护她。 王帆迪被她几句话撵走, 我妈坐在我身边叹了一口气, 对我说, 亲亲, 跟妈妈回家吧。 王帆迪, 她实在不是一个好的结婚对象, 莉莉也附和我妈的话, 对我恨铁不成钢, 你说你周围哪个男的, 不比这凤凰男好。 软饭硬吃, 还脾气不小, 她心里都是她那家子人, 根本就没有你。 你说说, 他们嫁给你找了多少事了, 我都怀疑你当初嫁给她, 是不是脑子出问题了。 她说话直, 我却知道她是为我好。 你们说得对, 我闭上眼睛长须一口气, 终于下定决心, 我要跟她离婚。 不过在离婚之前, 我要让他们一家把欠我的都还给我。 我又想起曾经嫁给王帆迪的时候, 周围的人都不怎么看好我们, 觉得王帆迪配不上我。 我是家中独生女, 父母是开公司的, 家里还算比较富裕, 我本人也和朋友一起合办了一间服装工作室, 算是小有成就。 而王帆迪, 家中条件不好, 兄弟姐妹有五个, 听说最小的妹妹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养了。 她是家中老四, 也是他们家唯一一个走进大城市的人, 是他们家里人的骄傲。 我和王帆迪是大学同学, 他先追求的我, 他长相帅气, 性格温和, 还能百分百包容我的小脾气, 我觉得我们俩还挺合得来就在一起了。 毕业后, 他在我爸的一个分公司工作, 工作能力还不错, 去年我们就结婚了。 他们家条件差, 我也没有提什么过分的要求, 婚礼基本都是我家一手操办的。 王帆迪当时还又感动又愧疚, 说以后他会补偿我更好的, 把所有的工资都交给我管理。 没想到在我们结婚后, 他们一大家子亲戚整天上我们家来, 不是这个要帮忙找工作, 就是那个来借钱, 甚至还有人来推销闺女的, 问怎么能把自己的女儿嫁到城里, 嫁给一个有钱人。 我实在不胜其烦, 终于在一次王帆迪的, 不知道哪个远房亲戚来占便宜的时候, 发了火。 他竟然想让王帆迪在城里 给他儿子买个房, 还说最好能和我家的别墅一样大。 你现在有钱了, 娶了个城里老婆, 那你表弟还是个光棍呢, 你不能发达了就不认家里人了吧。 那个人说话时带着几分耍横的劲, 让我听着很不舒服, 直接把他撵了出去。 我告诉王帆迪, 以后这样的人, 我不会再让他进我家的门。 太离谱了, 他以为我们家是银行吗? 王帆迪又给我赔罪, 说老家人见识少, 不是故意这样说的, 再说这个表舅以前还帮他家里种过地呢, 欠人家个人情。 你欠他人情? 我不欠, 再说以前帮你家种个地, 张嘴就要个几百万的大别墅, 我不悦到。 贪心也要有个限度。 王帆迪当时就不说话了, 他的脸色很不好看, 不过后来他的亲戚就很少找上家门, 我才终于能落得清闲。 谁知道我怀孕后, 王帆迪又开始了, 把他哥他姐, 甚至他远房表妹家的孩子都借了过来。 他说他哥哥姐姐都对他很好, 他现在也算是小有成就, 要懂得知恩图报, 全家都指望他呢。 可仔细一想, 他工资并不是很多, 这段时间以来又给他父母盖房子, 又给他哥买车, 给他解租铺子, 用的不都是我的钱吗? 他欠他们一家人的, 可我不欠他们什么。 我又想起蒋新锐和我吵架时候说的话, 肯定是周围有人说了他才跟着学的。 原来, 我在他们家里人眼里, 就是个冤大头, 赔钱还倒贴。 我躺在病床上想了很多, 不明白自己怎么就被鬼迷心窍了似的, 委屈自己还贴钱嫁给一个这样的男人过日子。 我本来以为王帆迪这次的行为已经很离谱了, 却没想到他还有一个巨大的阴谋在等着我。 晚上, 王帆迪不停给我发信息, 又是关心, 又是求饶, 开始打感情牌。 他说自己知道错了, 以后一定不会让他家里人再给我找麻烦, 他已经准备把孩子送走了。 他问我, 能不能网开一面, 不要再追究这件事了。 我看了之后更来气, 直接把他拉黑。 莉莉找人给我带来了物品损失清单, 除了沙发、 衣服、 化妆品之外, 还有损坏了我一部分珠宝, 总共价值大概是七十万左右。 我直接让律师起诉了那几个孩子和他们的监护人, 又把王帆迪的电话拉黑。 他跑到医院里来陪业, 我不想见他, 直接把他赶了出去。 这天, 我妈和莉莉都有事, 他们请了一个护工照顾我, 不过护工被王帆迪赶走了, 他说自己能照顾我。 我没有让王帆迪进房间。 等夜更深的时候, 他又悄悄走了进来, 想看我有没有睡着。 亲亲, 亲亲, 我听到他小心地叫了我一声, 在发现我没反应后, 就坐在了一边的沙发上。 其实从住院后, 我的睡眠质量一直都不太好, 现在根本没睡着。 就在这个时候, 我听到王帆迪的手机震了一下, 他立刻坐直身体, 小心翼翼地拍了拍我。 亲亲, 我心里有些疑惑, 不知道他又有什么事, 就假装自己还在睡觉。 王帆迪没有得到我的回应, 捏手捏脚走到了卫生间。 我抬起头认真听着, 听到里面传来了王帆迪压低的声音。 姐, 你怎么又大晚上给我打电话? 赔钱的事我还没跟他说, 别又气跑了。 我知道了姐, 你放心吧不会让你们赔钱的。 到时候我跟他求求情, 服个软。 他挺好哄的, 这事就过去了。 什么? 飞飞来城里了? 她来城里干嘛, 还带着小朵一块? 我不是刚给小朵送回去, 他们这不是给我找麻烦吗? 她的语气变得有些焦急和愤怒, 好像对这个叫飞飞的到来很不满。 听到她快要挂断电话, 我赶忙在床上躺好闭上眼。 她又过来瞧了我两眼, 似乎是看我醒没醒。 接着, 王帆迪回到了沙发上, 她也没有睡觉, 而是一直在用手机聊天。 想到她刚才和她姐的对话, 我心里直犯恶心。 原来, 她接我回来的目的就是不想赔钱, 在她眼里我就是豪哄, 她一心向着的只有她的家人。 还有那个飞飞, 为什么一提到飞飞, 王帆迪的情绪就那么不对劲, 她到底有什么事瞒着我? 这时我脑子里想到了一个人, 王朵的妈妈, 王帆迪的远房表妹沉飞飞, 直觉告诉我,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事, 我必须要查出来。 第二天一大早, 王帆迪就一脸愧疚地离开, 说是公司有事要忙。 我根本不相信她说的话。 过了一会, 我打电话给公司里一个信得过的小姑娘, 问她有没有见王帆迪。 小姑娘说她现在还没到公司。 我心里的猜疑越来越严重, 王帆迪究竟去哪了? 难道是去见陈飞飞了? 为什么要这样偷偷摸摸的呢? 当天下午, 我忍着身体的不是出了医院, 在公司对面的咖啡厅坐着想看看能不能观察到什么。 等王帆迪从公司出来后, 我就偷偷跟着她, 发现她进了一家高档餐厅。 趁着王帆迪不注意, 我也坐到了餐厅一个隐蔽的地方, 这里离王帆迪的座位不远, 她那边不容易注意到我这个地方。 我看到和王帆迪在一起的人, 就是她的那个远房表妹陈飞飞和小女孩王朵。 王朵一看到王帆迪就眼睛一亮, 上去扑倒在王帆迪怀里, 甜甜地叫了一声, 爸爸。 下时间我的大脑犹如被雷劈中斑, 完全没办法思考。 陈飞飞笑着抱怨, 怎么才来呀, 都等你好长时间了。 王帆迪对她笑得亲密, 上班啊, 得赚钱养你们母女啊。 那你什么时候才能离开那个女人, 你知不知道躲快上学了, 我还想让她来城里呢, 到时候咱们一家三口在一起过日子, 陈飞飞抱怨, 现在我都不敢见你了。 别着急, 因为上次那个事她现在还在闹着脾气呢, 等我拿到她家的财产, 咱们一家就能过好日子了。 王帆迪的声音传来, 让我只觉得浑身恐惧, 寒冷到汗毛直立。 王帆迪和我在一起, 就是为了谋夺我家财产, 她和陈飞飞在一起, 还有一个那么大的女儿。 陈飞飞根本不是她的远房表妹, 而是她的情人, 她孩子的妈。 她一直在算计我, 曾经的那些喜欢, 那些包容, 全是她在演戏。 我恨不得冲出去 和这个人渣同归于尽, 可谨剩的理智 让我冷静了下来, 不行, 现在出去只会打草惊蛇, 她们肯定不会承认。 我不能冲动, 我要让她自己露出狐狸尾巴, 为自己的所作作为付出代价。 她们一家三口 从餐厅离开后, 我也浑浑噩噩地走了出来, 走着走着我感觉腹中一阵脚痛, 我又坐车回了医院。 身体上的疼痛越来越剧烈, 心理上的痛苦更是让我没办法忽略。 在这种情况下, 孩子没有保住。 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说不上来心里是什么感觉, 我甚至觉得孩子是不想有一位那么卑劣的父亲而离开的。 茫然, 绝望和愤恨交织, 我真恨不得想马上揭穿王帆迪的真面目, 让他一无所有。 可现在还不是时候。 王帆迪在我爸公司工作, 万一他到时候苟急跳墙, 再做出什么对我家里不利的事情, 那就不好了。 我要把他一点点从公司剔除, 再让他们一家子把欠了我的都给我还回来。 我给莉莉打了个电话。 莉莉匆忙赶到医院照顾我, 焦急地询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从知道真相到做手术都没落泪的我, 扑在莉莉怀中忍不住嚎啕大哭。 莉莉搂着我, 笨拙地安慰我, 也跟着我流泪。 等情绪稳定一点后, 我把这件事告诉给了莉莉。 她当即开始对王帆迪破口大骂, 还说一定不会放过她。 莉莉, 我想让你帮我个忙。 我握住莉莉的手对她说, 我要让她自食恶果。 莉莉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了, 我们商量好了一个计划。 我告诉王帆迪要跟着莉莉出去玩两天放松心情, 其实是在莉莉夹养身体, 我并没有把失去孩子这件事告诉王帆迪。 王帆迪打不通我的电话, 就开始打莉莉的电话。 亲亲还好吗? 她怎么去你家了呀? 我能照顾好她的。 莉莉冷冷一笑, 你照顾她, 把她照顾到住院。 她把王帆迪骂了一顿, 接着按照我们说好的话术说, 亲亲最近身体不好, 心情也不好, 我会带她出去散散心, 等回来的时候再说你的事。 说吧, 莉莉就挂断了电话。 莉莉找人帮我盯着王帆迪和陈飞飞他们, 在我没露面的这段时间, 王帆迪一边给莉莉打电话向我表忠心, 一边经常去偷偷陪陈飞飞和王朵, 还给陈飞飞买了不少奢侈品, 把陈飞飞乐得眉开眼笑, 她甚至还偷偷带着两个人回了别墅。 看着监控视频中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样子, 我只觉得心中翻腾着厌恶和恶心。 我当初怎么就有眼无珠, 看上了这样一个人渣。 莉莉非常气恼, 他们也太明目张胆了。 他们名义上可是远房亲戚, 自然不怕别人看到, 我冷笑一声, 我已经让公司里的人开始查王帆迪在公司里的问题了。 还有他这么长时间给他家里花的钱, 从我银行卡里出去的, 一点一滴的我全都记得清楚。 这不查不知道, 一查才发现王帆迪已经从我的卡里 给他们家里人花了几十万, 还把自己的几个亲戚都安排在公司里, 成了公司里的蛀虫。 我和莉莉商量好了一个计划, 并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爸妈。 又过了两天, 我主动给王帆迪打了一个电话。 你在哪儿呢? 王帆迪惊喜地说, 亲亲, 你终于愿意离我了。 我在公司上班呢, 王帆迪说, 你回来了吗? 要我去接你吗? 亲亲, 我真的好想你。 我在我爸家里, 你来一趟吧, 说吧, 我就挂了电话。 王帆迪很快来到了我们家, 他表现出一脸憔悴的样子, 一下跪在我爸妈和我面前, 开始认错道歉。 我爸语气冷然, 你和亲亲结婚的时候, 怎么对我保证的? 你说绝对不会让他受到伤害, 我爸越说越生气, 看看你, 看看你的家人对亲亲做了什么。 我从小捧在手心里的女儿, 不是让你们欺负, 辱骂, 予取予求的。 如果过不下去的话, 你们就离婚吧。 王帆迪一听, 脸上表情都僵住了, 他带着愧疚说, 对不起, 爸, 妈, 我一定会改的。 他还信誓旦旦地发誓, 绝对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看在孩子的份上, 求求你给我一个机会吧, 他的语气那么诚恳, 看着我的眼睛里, 也充满血丝。 如果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还真以为他是对我情根深重了, 知道真相后, 我只觉得恶心。 我答应跟王帆迪回家, 前提是他家里人必须把钱还回来。 损坏东西的账单, 我发给你, 你看一下, 东西价格你也算清楚, 省得你亲戚再说, 我讹他们。 说着, 我把他从黑名单里拖出来, 把账单发给了他。 王帆迪看了一眼, 他握紧手机, 似乎有些难以启齿, 不过在我的目光, 逼世下, 还是说了出来。 亲亲, 我还以为这是已经过去了, 你怎么又提了呢? 那个, 我家里条件你也知道, 我哥他们哪来的那么多钱, 他们根本还不上。 这些钱对你来说也不多, 孩子们回去也都挨打了, 我哥说让他们来给你赔礼道歉, 要不, 这事就算了吧。 怎么, 他们的钱是钱, 我的钱就不是钱了, 我冷笑一声, 你自己算算。 你这么长时间来为你的家里人花了多少钱, 你父母盖房子十几万, 你哥买车又装修房子又花了十几万, 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很多, 这些钱哪来得你心里清楚? 如果不把赔偿给我, 咱们就离婚, 到时候我一样会起诉他们。 我说的果断, 王帆迪身体僵住了。 从前我不愿意和王帆迪掰着钱的事, 我照顾他敏感的自尊心, 现在用不着了。 我知道王帆迪肯定会答应的, 因为他还要傍着我这棵大树, 如果我现在和他离婚, 那他就什么都得不到了。 果然, 王帆咬咬牙, 还是答应了。 三天后, 王帆迪把钱汇到了我的账户, 说是他家里人把钱凑够了, 让我别再生气了。 我看着手机中的到账信息冷笑一声, 为了从我这里得到更多的利益, 他这次可真是肉疼了一回。 王帆迪又来求我跟他回家, 这回他脸上的表情倒是多了几分真正的憔悴, 看来这几天愁得不清。 我跟着王帆迪回了别墅, 看到家里的东西已经全都收拾好了, 坏了的沙发和家具也都换了新的。 我又回了我的房间, 看到柜子有被人翻动过的痕迹, 想必是陈飞飞他们住在这个房子里时 又动过了我的东西。 亲亲, 你看, 已经全都整理好了, 王帆迪的语气带了点小心翼翼, 我坐在沙发上问了他一句, 这个房子里为什么会有别的女人的东西? 王帆迪先是一惊, 随后慌忙说, 怎么可能, 哪有别的女人的东西? 我拿出从梳妆台角落里找出来的一只耳环说, 这不是我的, 你带别的女人回来了。 王帆迪还想狡辩, 我不耐烦地打断他, 你不要撒谎了, 朋友告诉我说, 看到你这几天和一个女人和孩子在一块, 他们是谁? 王帆迪眼神闪躲, 显然是有些心虚, 是, 是家里的亲戚, 带着孩子来城里看病, 我不好不管。 是吗? 我声音淡淡地问, 哪个亲戚, 王帆迪你不是想趁着我怀孕出去偷吃吧? 王帆迪尴尬地陪笑, 亲戚你想什么呢? 我听人说, 怀孕就喜欢胡思乱想。 我不是告诉你, 是不想让你不高兴, 是我妹飞飞带着小朵来了。 上次小朵不小心打了你, 回去之后飞飞就把她打了一顿, 也算是给你出气了。 她不是存心的, 王帆迪看着我的脸色说, 这次小朵生病, 飞飞实在没办法才来求我的帮助。 王帆迪赶紧接过这个话题, 上来就要抱我, 以后咱们好好过日子, 我不会再惹你生气了。 我没耐心听她说完, 推开她就回房间了。 想到我的床可能被那个女人睡过, 我心里就难受得不行, 好像这个屋子里堆满了垃圾。 王帆迪, 还有他们一家, 我会把我受到的欺骗全都还给他们。 谁知我还没去找陈飞飞, 她倒自己先撞上门了。 这天我一出家门, 就碰到了陈飞飞, 她领着王朵, 看着我就一脸可怜地迎上来。 嫂子, 陈飞飞推着王朵上前来, 孩子不懂事, 我是特意带着她来给你道歉的。 我看到她惺惺作态的嘴脸和满眼的算计狠毒, 讽刺地笑了一声。 道歉是应该的, 我瞥了她一眼说, 道歉吧, 我听着呢。 陈飞飞一愣, 似乎没想到我会这样说, 赶忙又开口说, 对不起, 小朵不懂事, 她不该弄坏你的东西, 我已经训过她了, 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 别跟她计较了, 再说了, 我们已经赔你钱了。 她只是弄坏我的东西吗? 我冷冷地说, 她故意打在我肚子上, 害得我差点流产, 这又怎么说? 陈飞飞一听, 当即说, 肯定不会的, 她不是故意的, 她一个小孩子懂什么? 小孩子可以不懂, 但大人懂, 我盯着陈飞飞的眼睛, 孩子是会跟着大人学的, 陈飞飞的表情有些不自然, 我们都还你钱了, 你还想怎么样? 她一脸委屈, 做事就要对我下跪, 我给你跪下磕头行了吧? 这个女人, 以为她在演苦情剧吗? 王朵见她妈妈给我下跪, 上来就拉扯我的衣服, 对我拳打脚踢, 你个坏女人, 你抢我妈妈的东西, 你是坏女人, 倒贴货, 你肚子里的孩子生不下来, 我不要你生孩子, 抢我的爸爸, 妈妈说了, 要让你的孩子生不下来, 陈飞飞猛地捂住了王朵的嘴, 脸上有些惊慌, 小孩子说错话了, 嫂子你别介意, 她胡说的, 胡说, 这恐怕是把他们娘俩的真心话说出来了, 可想而知, 陈飞飞在背后, 到底是怎么跟她女儿说我的, 说不定, 当时王朵故意踹我肚子的事, 就陈飞飞在家教她的, 他们一家人, 算计我的感情, 算计我家的钱, 甚至连我为出事的孩子也算计上, 这是要把我啃的骨头, 也不剩了吗? 想到这里, 我心中更恨, 我不跟小孩计较, 我跟大人计较, 说吧, 我一巴掌扇在陈飞飞脸上, 这一巴掌, 是告诉你该怎么教孩子讲话的, 我又打了她一巴掌, 这一巴掌, 是告诉你不要一边花着别人的钱, 一边背后说人坏话, 想到那个离开的孩子和我在医院承受的痛苦, 我恨不得把陈飞飞的脸打烂, 陈飞飞捂着脸, 不敢置信地看着我, 随即暴怒道, 你怎么打人了? 打的就是你, 我讥笑一声, 说到这, 我还没问你, 听说你没结婚就生了孩子。 王朵怎么说我的孩子跟他抢爸爸? 他爸爸是谁? 陈飞飞煞时间脸色变得苍白, 她紧紧捂住王朵的嘴, 慌乱地解释, 她瞎说的, 小朵可怜, 没有爸爸, 我歌疼她, 小朵有时候才会叫她爸爸。 我懒得听她的天花乱坠, 坐上司机开来的车离开了, 只看到陈飞飞匆忙打电话的动作, 想必是在给王帆迪打电话呢吧。 我不知道陈飞飞到底是怎么想的, 送上门来自取其辱, 又或者她还有别的什么阴谋。 这天晚上, 王帆迪带着陈飞飞和王朵回来了, 王帆迪脸上还有怒意, 见到我就问, 亲亲,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能打人呢? 飞飞本来身体就不好, 还带着小朵, 他们千里迢迢来投奔我, 是有难处才来找我的, 你打了她, 我怎么跟家里人交代? 你想怎么交代就怎么交代, 关我什么事, 我抬起下巴对几个人说, 我想打就打了, 她只是在替她女儿还债, 她心甘情愿的是, 要你在中间插什么嘴, 说吧我打开大门, 我家不欢迎他们, 给我滚出去。 陈飞飞一脸可怜像, 都是我的错, 你们别吵了, 我不该来给你们添麻烦。 说吧她拉着王朵就要往外走, 走到半路, 忽然身体一倒晕了过去, 王帆迪忙去接她。 哟, 晕了? 我看着她作戏, 只觉得可笑, 拿起手机, 就准备打急救电话。 王帆迪阻止了我说, 亲亲, 我求求你了, 他们没什么钱, 也没地方住, 就在咱们这住几天, 给小朵看病, 看完病, 他们就回去好不好。 她说的那样卑微, 我想到她和陈飞飞的关系, 陈飞飞在这里, 正好方便我, 抓到王帆迪出轨的证据。 这样想着, 我便勉强同意了。 第二天, 我就让公司那边找借口, 要王帆迪出差, 又找借口, 把陈飞飞他们母女俩打发出去, 接着在家里隐蔽的角落, 装上了监控。 我又拿着收集到的三个人的头发, 去找人做了亲子鉴定。 王帆迪不在家, 陈飞飞就开始对我各种察言察语, 说, 因为上次的事情, 王家人对我很不满, 我应该孝顺婆家人, 尽力去帮帮他们, 不要这么不尽人情。 你尽人情你孝顺, 那你拿钱去给他们花呀。 我懒得和陈飞飞掰扯那么多, 喝完水就准备离开, 却发现今天的水味道不对。 我又倒了一杯假装还想喝, 把水杯带回了房间, 之后找人进行检验。 这查了之后, 才发现水杯里竟然有堕胎药的成分。 看来这个陈飞飞, 心思还不少。 如果我不是孩子没了, 说不定现在就要遭罪了。 他们一家人, 真是没一个好东西。 既然那么他不想让我有王帆迪的孩子, 那我就如他所愿。 王帆迪回来之后, 我回了一次我妈家, 给足了他们俩单独相处的时间。 看着监控中两个人搂搂抱抱的场面, 我心里直犯恶心。 第二天一大早, 我就故意回了家, 两人慌乱狼狈地开始穿衣服收拾东西。 我看着穿错的衣服和凌乱的床铺, 上前对着王帆迪和陈飞飞就打了两巴掌。 亲亲, 你听我解释, 不是那样的, 王帆迪还想说话, 又被我一巴掌打在脸上。 闭嘴, 我什么都知道了, 我制止了向我靠过来的王帆迪, 拿出包里的亲子鉴定单甩在他脸上, 你看看这是什么。 王帆迪一看就懂了, 神色慌张地跪下来求我原谅, 说他是一时糊涂, 他真正爱的人是我。 离婚吧, 我对王帆迪说, 我现在看见你就恶心。 亲亲, 你给我一次机会, 我真的只爱你。 王帆迪的脸上满是惊慌, 他这一句话刚出口, 就被陈飞飞尖叫着制止。 帆迪, 你在说什么? 你爱的人明明是我, 你说要离开他和我在一起的。 够了, 你们别在我面前演戏了, 我看着王帆迪说, 给我滚出我的家。 怎么能说滚就滚, 就算离婚, 你也要分一半的财产给帆迪, 因为事情被捅破, 陈飞飞也不装了, 带着几分得意说, 跟你说了吧。 我和帆迪早就在一起了, 他娶你不过是为了你家的钱。 你们最好赶紧离婚, 把钱分一半, 不然这事就没完。 你在做什么梦呢? 我笑陈飞飞痴心妄想, 他婚内出轨, 还想分我的财产。 这个家里, 他赚了多少钱, 自己心里清楚, 他赚的钱, 都被拿去填家里人的窟窿了吧。 亲亲, 我不会那么轻易和你离婚的, 你别忘了, 我在你爸公司里, 大小也算是个经理, 我手里面, 也算是掌握了公司的一部分秘密。 眼看着事情瞒不住了, 王帆迪竟然也表现得冷静起来, 他的眼中带着几分算计, 除非你把家产分我一半, 真是无耻。 这个男人终于露出了他真正的嘴脸, 不过他以为这样就能得偿所愿了吗? 我对他笑了一下, 说,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说吧, 我拉开门, 冷漠地看着三个人, 现在, 给我滚出去。 这栋房子是我买的, 房产证上是我的名字, 你们赶快离开我家, 不然我就叫保安把你们都拖出去。 王帆迪脸色扭曲了一瞬间, 陈飞飞还想再说什么, 被王帆扯住。 叶庆庆, 我再给你几天时间, 你最好能好好考虑, 不然我不保证自己会不会泄露公司的秘密。 说完他带着几分得意看向我, 察觉到我没有恐惧的情绪后。 王帆迪有些恼羞成怒, 拉着陈飞飞准备离开。 叶庆庆, 你会后悔的? 我看着他们几人离开的背影, 着手开始准备给王帆迪最后一击。 这天, 王帆迪就收到了公司的辞退书, 我告诉公司的人以后不准再放他进来。 而我也起诉离婚, 王帆迪婚内出轨是板上钉钉, 他还私自挪用我的财产, 因为王帆迪用的银行卡上的钱, 那些钱大部分都是在我结婚前存进去的, 是我的婚前财产。 同时, 我也起诉了陈飞飞, 她故意在我喝的水中下堕胎药, 意图对我进行伤害, 多亏了家里的监控, 我也已经保存了证据。 他们家的人,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至于王帆迪所说的掌握的公司的秘密, 也不过是我让人刻意放给他的烟幕弹罢了, 毕竟有了那些所谓的秘密, 王帆迪才能放松警惕。 王帆迪在知道真相后开始疯狂给我打电话, 一开始是发信息软硬兼施, 让我看在在一起那么长时间的面子上放他一码。 后来他见事情没了转机, 就开始疯狂祈求我的原谅, 说自己并不是故意想隐瞒他和陈飞飞的事情。 他只是太爱我了。 亲亲, 我们还有孩子啊, 你想想我们的孩子。 他现在才想起我们的孩子, 而且提孩子的事情, 也不过是想让我心软。 孩子早就没了。 在知道你做的恶心事情后, 孩子就离开了。 发完信息后, 我拉黑了王帆迪。 他和他的家里人联合在一起, 刻意欺骗我, 和我结婚, 想要我家的财产。 如果我没有发现, 他们是不是还想伤害我的家人, 甚至害死我。 我和王帆迪被判离婚, 他还涉嫌骗婚等情况, 他和陈飞飞在一起, 还生了孩子。 根据陈飞飞交代, 王帆迪曾经说过, 只要得到我家的财产, 就会和我离婚, 再和他结婚。 除此之外, 因为王帆迪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挪用了我的财产, 他还要把这些钱还给我。 离婚那天, 王帆迪的家人都来了。 那么一大家子人聚集在我家门前, 又是哭又是闹, 说我很心, 说我不念及夫妻感情, 让我赶紧放王帆迪出来。 你们一家子趴在王帆迪身上, 吸我的血, 占我的便宜。 是不是还等着王帆迪 霸占我家的财产之后, 再给你们花更多的钱呢? 还有, 你们明知道王帆迪和陈飞飞生了孩子, 却不说, 还哄骗我说他们是亲戚。 我毫不客气地对他们说, 你们用的钱都是我的, 现在还给我是天经地义, 不要再在我家闹了, 我已经报警了。 王帆迪地骂出来, 躺在地上拍着腿大哭, 丢人啊, 你把你自己亲丈夫弄到坐牢, 你害得我们一家那么惨, 你真丧良心啊。 真是没良心, 你们一家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这是要逼死我们呢。 更多的乌言慧语从他嘴里吐出来, 把我说得像是世界上最恶毒的女人。 我们一家人不是好东西, 他真是会倒打一耙。 用我家的钱, 骗我家的人, 现在没钱花了, 得到报应了, 又想来污蔑我们。 我冷哼一声, 很快警察就把这群闹事的人抓走了, 他们也老实了不少, 不敢再来找我闹了。 我和王帆迪的离婚证 很快就办好了, 拿到离婚证的那一刻, 我整个人都神清气爽, 感觉自己又获得了一次心声。 而王帆迪面容憔悴, 整个人萎靡不振, 他出来后就给我跪下了, 求我原谅他。 亲亲,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很爱你, 我真的只爱你, 我对陈飞飞指示, 只是从前的错误, 我只是觉得亏欠他。 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会好好改的。 滚, 我看也不看王帆迪一眼, 他根本不是觉得自己错了, 只是失去了我带给他的一切, 才会觉得后悔。 王帆迪抛弃自己的尊严, 紧紧拽住我的裙子, 亲亲, 亲亲, 我真的爱你, 我真的不能失去你啊。 我看着他痛哭流涕的丑陋嘴脸, 直接一脚踹在了他身上。 我说了, 滚, 以后我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你也别出现在我面前, 恶心我。 说吧, 我提起裙摆离开, 留下王帆迪一个人在原地崩溃。 后来, 王家人不愿意还我的钱, 被强制执行, 他们只能卖掉用我的钱买的房子, 车, 还有其他的东西。 一家人比之前过得更加穷困, 他们习惯了在王帆迪的帮助下 大手大脚地花钱, 再让他们过回穷苦的日子, 他们却受不住了。 而我,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历练后, 开始学习接管父母的公司, 虽然暂时还有些吃力, 我觉得我还可以应付, 这种日子让我觉得充实且快乐。 至于王帆迪一家, 我在莉莉的口中知道了他们的近况。 王帆迪去了另外一个城市找工作, 陈飞飞在被放出来后也去找了王帆迪, 她还想和王帆迪结婚。 谁知道王帆迪已经傍上了一个富婆, 她怕陈飞飞再毁了她的好事, 就想把陈飞飞打发走。 陈飞飞觉得自己变成今天的样子 都是为了王帆迪, 又怕王帆迪不要她, 就逼迫王帆娶她。 王帆迪不愿意, 陈飞飞执着承拨, 竟然捅了王帆迪, 让她从此再也不能人道。 王帆迪自然也被富婆抛弃, 落魄回了老家, 从此之后一蹶不振。 而王家人总是想着不劳而获, 根本没有想好好去工作赚钱的意思, 一家人过得越发穷困潦倒, 他们觉得这都是陈飞飞的错。 如果不是陈飞飞一直纠缠王帆迪, 他们一家也不会沦落到这个地步。 所以陈飞飞在王家的日子并不好过, 在忍受了一段时间的折磨后, 她就跟着一个有妇之夫跑了, 再也没有人知道她的消息。 他们一家机关算尽, 到头来也不过是一场空。